為了讓小朋友認識營養均衡重要 也懂得關照他人 花蓮市民裡國小副社幼稚園 特別享譯創世基金會舉辦了 小廚神大愛心活動 希望可以號召更多人看見弱勢需求 日行一善以小兒捐款幫助植物人 小小朋友頭戴廚師帽 上面還貼著各式蔬菜水果 隨著歌曲唱唱跳跳場面好熱鬧 為了讓小朋友認識營養均衡的重要 也懂得關照他人 花蓮市民裡國小副社幼稚園 特別享譯創世基金會 辦理小廚神大愛心活動 那你的是什麼 魚 魚啊 那你喜不喜歡吃魚 奇怪 吃魚會變聰明 來 你的是什麼呢 地瓜 哇 吃地瓜很健康 幫助消化 好棒 對不對 其實創世基金會 他們一直有扶助這個植物人的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 小朋友也可以了解就是 生命感恩的這個部分 其實他們也可以有一點付出 所以不只是小朋友的餐食營養 然後還有生命的尊重 那我們也希望說可以呼吸更多人 一起來幫忙 創世基金會表示 植物人在吃的部分 也是需要重視營養均衡 機構內有專業的營養師 會示個案需求 將米 油 奶 蔬菜進行調配搅打後 透過鼻味管進行餵食 對 那在創世基金會來講 我們照顧的植物人 我們一天要提供六餐 那這個部分來講 對創世基金會來講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沉重的一個負擔 平均一個植物人一天六餐 大概一天的膳食費用大概就要300元 對於創世的一個服務理念來講 其實我們除了照顧這個植物人 尊重生命照顧這個植物人之外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他背後的那個家庭 對 那因為剛剛就是提到的就是照顧一個植物人 就是那個是負擔很沉重 不管是體力上的負擔 經濟上的負擔 對一個家庭來講 可能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負擔會拖垮一個家庭 對 所以為了讓這個家庭可以回到正常的運作 那也是我們安養照顧這些植物人的一些初衷跟原因這樣子 持續三年的新冠疫情不單單讓百工百業大受衝擊 也降低民眾的捐款意願 小出神大愛心以常年服務計畫的方式進行募支 階段性目標希望能有160萬元 但卻僅有募到事成 希望有更多民眾支持響應 以每日的小額捐款來幫助植物人的資金缺口 好 每個月300塊 每天只要節省10塊錢 就可以幫助植物人一日的營養餐食費用 好 那如果說大家願意做公益的話 可以上我們創世基金會花蓮分會的粉專 或者是拨打愛心專線03-824-2929來洽詢 記者 徐立芹 華聯氏報導